第二个方向呢 我们再去看 就是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方案是如何设计的 其实呢 这里面呢 是有非常多的 这些工作需要做 那我们首先呢 在进入到并购重组的这个程序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 这里面有几个工作 我们详细的过一下 过一下以后呢 我们再去讲一些 这个如何来去评价 这个公司的并购和重组是成功还是失败 首先我们去看到企业发展战略里面呢 这个业务定位是在企业重组里面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去看 在麦肯西和BCG 他们有在评价 在去对几百个上任公司进行评价的时候 这些上任公司的这些领导人呢 对上任公司是不是能完成成功并购 第一项呢 就是企业发展战略是不是很稳健 很多的时候呢 上任公司之所以他没有达到这个成功 主要是他的方向没有定准 其次呢 是这个上任公司的一些准备工作了 包括我们的收购一项书 进行调查 可行性研究报告 签署并购协议 过渡期的安排 然后交割和整个 我们现在进行后面 所以并购程序的里面呢 就是说第一项呢 就是我们企业发展的这个战略是如何来制定的 这些能不能对我们的企业能够发展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这个帮忙 然后呢是第二块呢是资产 那我并购重租以后呢 我资产质量是更好了还是更差了啊 这些几块的资产会不会因为这个啊 这个并购以后呢互相的污染 比如说一个高毛利 但是一个这个对现金流可求比较多的一个这个公司 如果他并购了一个同样的一个公司 或类似的性质公司 那有可能对现金流有进步的啊 这个冲击啊 所以他倾向于呢在去做混合并购的时候呢 他去找一些啊这个 这个新金流比较丰富的啊 超市啊或者是贸易公司啊 新金流比较丰富的一些公司来去完成 这个这个并购来去啊 不去影响整个的资产啊 第三块呢是这个资本结构啊 就是我的债务啊 然后股权啊是怎么来安排啊 能达到后面的一个继续的一个发展 啊完了如果是我们在做这个并购重组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哈 这个并购重组的程序啊 也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啊 这个我们呃一两个小时的课程呢 其实很难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啊 详细的解释 但我们简单的说呢是 首先呢是最好的成功的并购还是由企业的一把手啊 或者是获得授权的一把手去完成这样的并购 否则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案例呢是 这个因为不是一把手的去做 就是创下了非常大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我们再去看看这个呃 这是前进的工作哈 然后我们制定流程去做这个并购的这个案例呢 我们呃在中国呢非常有意思 就是呃我们把这个简单的流程过了以后呢 我们发现呢很多的公司上任公司就自己来操刀 做了一些上任公司的并购了 他并不是去聘请非常专业的呃顾问 投行也好或者是资金公司啊 这些来去完成 更多的还是来通过这个自己的公司员工来去做 或者甚至甚至就自己的几个人来去做啊 这样的保证了私密性 但是呢整个流程会出现非常大的一些问题 也就是所谓的外界再去说呢 中国的啊公司在做并购 尤其海外并购重组的时候呢 他们更愿意交学费而不愿意交路费啊 这个行呃这个形容非常生动 就是你不愿意交百之三到五的 这个这个资金公司的费用 但是你去花了可能对项目按值百分之百 或者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一些成本 所以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要去做非常细致的啊 禁止调查啊 我不知道大家对禁止调查的内容呢 有多少了解啊 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啊 禁止调查呢 其实用一句话来说呢 就是对你所并购和投资的公司 进行非常全面而彻底的调查 更多的去看这些上任公司 这些被并购的公司 他能不能啊 达到你未来的一些收益啊 同时他一些这些资产产生的一些风险 到底在哪里 这些呢 我们要去详细的去分析 啊 所以有在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企业的基本的情况啊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企业财务的审计啊 资产评估啊 第一项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CDD啊 就是commercial DD啊 第二项呢 就是FDD 就Financial Due Diligence 第三项呢 就是法律 也就是法律方面的一些责任调查 所以还有其他一些 比如说一些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 这个对被并购公司呢 他们会有一些比较严格的这个背景调查啊 我们去看他们的背景到底是这个是不是合适的啊 我们看他的呃能力到底行不行啊 所以这块呢 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啊 就看这些这些工作 我们之前呢 也有也有一个帮助一个上市公司在去并购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他去收购另外一家上市公司 然后另外一家上市公司是一个农业的公司 啊 我们而且这个农业公司呢 其实呢 他大股东呢 是这个 其中一个主要的股东呢 是一个呃 新加坡最大的一个基金 GIC啊 同时呢 泰山资本呢 也在也在里面啊 这个非常大的一家一家一家资本公司 所以我们发现呢 哎 这个公司的资本结构看起来不错啊 这个也是是挺好的一个一个一个公司啊 然后同时呢 这个呃 呃 我们也去的现场去看啊 那个工厂哎 人也人也蛮多的啊 这个虽然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初级的这种工作 但是呢 看来还是蛮蛮蛮欣向荣的 但是呢 总是觉得是有点不对啊 所以我们做了非常细致的调查以后呢 最后再做一些海外的啊 业务调查 以及创始人的背景禁调 我们就惊讶的发现呢 他海外的这些公司呢 其实是通过啊 他儿子在智力控制的一些子公司 来进行对这个海外公司的出口的啊 所以呢 就产生了比较大的这个嫌疑 就是这个自己来去导这个销售啊 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些农产品的这些公司呢 他是没有税的 他有非常强大的一些动机呢 去来去导这个这个销售额 来达到冲大销售额的这么一个一个目的啊 所以呢 这个最后呢 我们没有没有完成投资啊 再过了一年多时间呢 另外一家伊尼的一些工大的公司呢 去宣布收购这个公司 那很快就爆出了这个财务的丑闻 所以我们也是当时感觉到 其实没有没有这个对这个公司进行并购呢 也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一个选择 所以呢 我们再去看呢 就是说再去做这些调查的时候呢 我们也看就是说 哎 我们要去对这个进行调查呢 做一个比较简单性的意见啊 就是说对被并购的公司呢 我们如何进行业务的重组啊 我们的重组的方案到底是什么啊 人员是怎么安排的啊 债务是怎么安排 然后后续的一些财务 我们是怎么安排啊 生产能力啊 销售啊啊 这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首先要确定交易结构 确定完交易结构以后呢 我们确定并购和非并购方的结构性 是改革是怎么来改的 完了呢 通过这个双方的大家的一些 这些共识呢 确定最终的交易结构 和并购以后的整合的一些结构 然后再确定整个交易的范围 然后再拟定啊 融资和再融资的一些方案 这个呢 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在做的 所以呢 现在我们再去看下面一个一页 就是我们在重组的时候呢 其实很简单 重组的意思呢 就是说牵扯到最大多数 就是人的重组 我们怎么去通过 这个对人员的安排 来完成以下的一些重组 这些有业务重组啊 资产重组啊 债务重组和产业重组 这块呢 其实相对来讲 就是比较复杂啊 更多的还是一种博弈的情况 所以我们也去看呢 市场上最大多的公司呢 它并购还是很成功的啊 价格也不是非常贵啊 甚至很多的公司呢 在经济危机的时候 它都是承债式并购 但是最后发现 仍然还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比如说 我们现在十年前啊 这种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 就是TCL啊 收购阿尔卡特啊 收购汤森啊 收购一些欧美的一些资产 我们会发现 它非常很好的这个价格控制住了 但是没有预料到啊 法 它的法国的这些同事 都是不能裁员的啊 每一个法国的工人 将近有十几万二十万欧元的啊 工资 最最初级的 就有这么多钱 所以就很难去 把它们很容易的去啊 这个裁员啊 如果你不能裁员 你还是要继续养着它 所以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些 一些系统性的一些风险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 一些一些啊 这个例子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要我们通过 整个的详细的调查 进制调查 然后得出比较扎实的 重组的方案 那我们再去通过这个方案呢 我们再去看这个啊 重组方案里面的一些 资产的一些重组 那我们去看了这些啊 资产呢 是对我们现在并购的未来呢 是有多大的一些帮助 那我们去看了啊 如果我们再去看这些 重组方案的时候 我们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稍微的去回顾一下哈 就是什么样的并购 是容易成功的啊 那这些 如果我们去看这个 波士顿啊 咨询公司他在说呢 他的看出来呢 这个企业的并购 其实跟全球的宏观的形式 也是没有关系的啊 啊 当你 这样资产呢 如果是在2008年啊 你的这些钢铁的资产 煤炭资产 在大幅下滑的时候 啊 你再去 再去并购这样的资产啊 那却需要跟债权人啊 跟这个 上下游进行非常好的一些联系 就是说我们 控制开工的程度啊 来达到这个资产的一个啊 这个价值股位回损 然后等到最近 比如最近这一两年 钢铁和煤炭大幅的回升的时候 啊 我们再去加索马力去开动啊 这样的话省了非常多的人工的工资啊 然后呢 也能保全各股东的一些利益 同时呢 我们再去看重组的一边 也有一些 这个我们所谓的叫distressed assets 就是这些 呃 比较有问题的一些资产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有两种啊 啊 这个债务重组和啊 这个破产重组 这个债务重组和破产重组 其实我们可以看 也有一些啊 非常啊 这个值得大家深思的一些 一些学习 比如说啊 这个 美国的阿波罗基金啊 它主要的方向呢 它就是对这个 在经济危机的时候 对这些 比较知名的啊 但出现了一些 财务风险的一些公司呢 进行啊 少规模的啊 投资债务 然后呢 当这个公司 深陷债务危机的时候呢 马上起诉啊 这个 这个公司 要求归还 这个债务 否则呢 他就啊 来清盘这个公司 所以当很多公司 在这个经济危机的时候 他就没有别的选择 只好选择去 像 并购基金去债债的时候呢 他们发现呢 他们其实 这样的行为呢 其实就是买了一张 通往地域 的旅程的单程票啊 所以这个 很多的这个 并购基金呢 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通过债务重组的方式 来去用低的价格 去把那些上任公司 去完成了 它的收购啊 破产重组呢 就是说 哎 已经有了破产的这个 这个可能了啊 所以这个 在美国也是说 这个公司法啊 这个都有明确的 这个表述 就是说啊 比如像美国的 三大企业的公司 他那个时候都已经是 这个达到破产的标准了 但是也没有钱 去还债权人 那经过美国政府 一些救赎的方案啊 然后跟所有债权银行 去发 去完成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共识啊 由美国政府来去承担 一份债务 然后呢 由这个贷款银行呢 去豁免一些债 这个利息 来达到公司继续运营啊 然后通过继续运营 来去归还行业 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些 价值的重塑啊 帮助债权人 能够获得比较好的 一个回报 和股权股东呢 也获得一个相对 比较好的回报 所以呢 我们再去 这个后面呢 就看这个企业价值 和交易价格 这个相对来讲 就更加复杂了 我觉得在这堂课上呢 就不是要详细的去讲啊 这个书里面都有一个 比较详细的一些解释啊 但我想讲一下 就是上日 这个中国的这个 证监会呢 对上市公司的并购呢 它还是有非常明确的指引的 不是你想怎么并购就怎么并购的 如果是目前最新的规定呢 是如果是上市公司用纯现金的方式来去并购企业 那么证监会呢 是不予这个审批的啊 就是就备案就好了 只是证监这个交易所呢 会给一些一些质询的 来来去反映就是这个公司到底能不能并购啊 但是如果是换股形式的并购 那么就是都要统一的去交由证监会来去 来审议了 就来去看你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一个啊 符合政府指引方向的一个并购啊 这个就是要好好的去啊 去看 失败率很多地方的失败率都是非常高的啊 在这个方面呢 证监会的这个要求也非常简单 就是PE值了啊 18倍啊 这个上下不能太多啊 越低越好啊 这是一个同时呢 也要求上市公司对被并购的公司呢 啊有比较严格的啊 这个业绩保证啊 有的是两年 也三年甚至也有更高的是达到了五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呢 就是在这个方法方面 比如说我有成本法啊 就是资产净资产 呃估值 然后也有市场法 比如说PE的一些估值啊 也有一些折现现金流的一些估值啊 这种方各种方法都是都是有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呃 对证监会来说呢 他更多的还是看呃 P值了 他的责任是帮保护中小股东啊 不不受大股东的欺诈 是这么一个方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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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